這個很實際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會大概很多人都會遇到的 就是他有行有問 他的親人過了身之後 心裡不安樂 睡不著覺 不開心 有宗教信仰的話 你就要用你宗教信仰 給你信天主教 那你就每天能睡覺之前 為你的先人練玫瑰經 但是想著聖墓在你頭頂 三尺 三尺 想著聖墓在你頭頂 有一個墓呢 你想回你的教主在你頭頂 總之 你信佛教就想著練南羅釋迦牟尼佛祖在頭頂 冠上在頭頂 有一陣金色的光下來照著自己 照著自己 照著你的親人 照著自己 照著你的親人 你一旅門睡覺 或者捐些錢給東環三院 把那張修條燒掉給那些先人做好事 如果沒有呢 那就隨你選一個 你不要選耶穌啦 耶穌上十字架 那麼慘 學他就仆街了 選一個聖墓咯 最適合人選佛祖的了 八十幾歲死 出生做皇子 命好嘛 選無可不得了 無領味啦 顛背流離 怎麼都靠寡無領養 索領了之後才拿個天啟開個伊斯蘭教 選一個好運點 出生做皇子 皇子都不肯做呀 去做佛祖呀 那你就去找方太 請將我們那些佛話咯 是免費的 睡不著 看著他貢獎 就這樣做 那麽包你有行 真是可以告訴你 包你有行 你貢獎坐頭頂那三尺 包你有行